中安里发生了土石崩落 几棵大树横倒在路面 两线车道都给占据 走近一看 树干下还压着一辆银灰色汽车 车身各处板筋凹陷 车窗玻璃无一性免 全都破裂 驾驶吓坏了 往下凹拉 全部都碎了 连那个旁边那个那什么 不是玻璃 连旁边那个全部都砸下去 都砸到那个踏下来了 下午在两点多的时候 接到你们的通知 在我们重关里的九炉社区 后方的话 有发现到这个土石崩洞 那这个地方 其实在去年前年的时候 曾经也发生过一两次的这个探钢 那这一次会比较严重 是因为有大树 那这一个树应该 就现场看起来应该大概有一二十年了 早期的时候是因为可能是天然形成的 后来的话 因为它整个开发的过程当中 这个树不是直栽的 所以它是抓在原地上面的 那可能是最近的大地震 再加上这几天的豪雨 整个大树就整个爬之后下来 那大概经过的有一台车子 然后路边的话有两三台车子 历经惊险瞬间 驾驶鱼机油城 几乎说不出话来 所幸车上两个人 没有被树干压到 但副驾驶座的朋友 还是被碎裂的玻璃给划伤 可能我没做什么坏事吧 今天运气差一点点 你过去看 前后两颗大树直接倒下来 就中间那么一点缝 今天就前后个五公分 命都没有了 刚好一段砸 你去看嘛 就刚好就是把我驾驶座那个地方 刚好没砸到 就刚好没砸到那个地方 就前后你知道吧 它就直接挡在我前后 把我整个 我的车算很坚固的车 对对对 它就直接给我砸到 完全报废了 连日来大雨 乐立二街25号下午 疑似因为持续大雨 造成边峰面积 约长17公尺的土石滑落 总共有三辆车遭到波及 其中一辆车直接被砸毁 幸好车上两个人平安脱困 目前是跟五相关 将会从公务处 已经在尽快的处理 那这一切的话 是属于私人地区 也是属于保护 那发生事情的时候 市政府跟公务处 属公所这边就是第一个时间 尽快的把它抢通 后续的问题的话 再请地主来做一些协调 跟协助 看要怎么处理 那目前的话 也有一两个处 也有及时的危险 那属公所属长 这边也有指示相关单位 然后要跟地主来通知 看事做后续 那些单位也马上就来现场 就赶快来处理当中了 那现在目前的 处理的状况是 已经把路数这样子的 切剧了 切割了 有 人可以通行 但是还是很危险 那现在我们破损的车 车辆因为 有点状况没有办法离开 所以后续的动作 一些动作没有办法做 那现在还在沿上当中 景潇已经在现场 拉起了封锁线 公务处也派员处理 进行清除 尽快恢复通行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